2021年起 小红书在我国台湾青少年族群中的流行 受到岛内舆论关注 在手机上下载使用小红书的台湾中学生 被媒体称为小红书一代 而原本只是一款潮流种草APP的小红书 也遭到露营政客的污名化 民进党立委林楚音 前台湾激进成员刘恒威 都公开以日常的文化统战认知领域作战 统战洗脑宣传描述小红书之兴起 甚至宣称台湾的年轻人 透过这类APP吸收来自大陆的资讯 就会被传播统战思想 进而造就倾向中国的意识 也有岛内学者认为 虽然亲中未必等于青筒 但小红书所构建的两岸虚拟生活圈 将挑战年轻人的台湾主体意识 记忆抖音之后 小红书在台湾中学生中悄然走红的现象 被独派政治人物视若洪水猛兽 绿媒再结合认知作战的话术加以渲染 天然独恐变潜在统的认同焦虑 也在岛内持续发酵 而这正是一个以文化视角 观察蔡英文当局执政以来 岛内年轻世代认同变化趋势 及其所投射的两岸文化软实力消长的极好案例 我们尝试在认同政治的框架下考察三个问题 其一 相比抖音 小红书作为一款无涉政治 专精美妆穿搭分享的APP 也被独派政客视为统战利器 这反映出岛内露营在认同议题上怎样的焦虑 其二 如何理解小红书一代 所体现的蔡当局任内台湾年轻世代认同变化的潜在趋势 其三 小红书在对岸的流行 是否具有认同形塑的潜力 换言之 小红书真的有可能促统吗 我们试图以小红书作为案例考察的三个问题 露营在认同议题上的焦虑 岛内年轻世代的认同变化趋势 以及认同形塑潜力 可以从流行文化对身份的建构 与台湾近年的认同政治研究两方面 与既有文献进行对话 我们将写取三个关键词展开理论回顾 生活方式的楷模认同 认同政治的阴性框架 认同中间状态 英国学者伊丹斯尔认为 流行文化是一种创造身份与认同的管道 他认为民族主义式的国家身份 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 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推崇的活动 与习惯所代表的认同 远比国家认同更有意义 英国社会学家Nicholas Rose则认为 流行文化提供了一种理想世界的形象 即此建构大众的消费欲望乃至常识 他称之为通过消费获得身份的市场技术 消费行为本身就是在展现 我是谁 我想要成为谁 而认同哪个群体的生活方式 更指向如何区别自己与他者 在此意义上 主打分享生活方式的小红书 正是通过展现生活应该如此的画面 传播文化标准 建构消费欲望与生活美感的常识 获得用户认同 Paul等人提出的文化回路模型 则能解释文化内容生产与认同 在小红书案例中的紧密联系 文化活动势必经过认同和在线 才能创造意义 而让人产生表同 即自我与他人产生认同的过程 至为关键 人们会极有表同作用 将他人的某些特质投射到自身 并转换为对自己形象的联想 小红书的分享与种草 就是一个表同 投射 在线的过程 认同他人的分享 被种草他人的特质 分享自己的内容 小红书因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分享 而获得年轻人认受 这一特质符合Mike Brake 对次文化形态的定义 Brake认为 次文化是年轻人之间独有的文化体系 经过个体学习 认同的过程而形成 本质上可视为一种 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美国心理学家 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论指出 青少年往往无需亲自体验 而只需通过观察学习 就能完成模仿历程 示范者会成为观察者的楷模 而效仿楷模本身就意味着认同 故此 青少年使用小红书时 会更容易被楷模吸引 既学习生活方式的常识 也模仿楷模的行为表现 流行文化 虽然在当代消费社会中无处不在 却较少出现在台湾的认同政治研究中 庄家颖指出 这是由于流行文化本身 往往被想象为带有女性特质 次要的研究范畴 所以处在台湾学术社群的边陲位置 国族主义式的认同建构 一如杨婉宁曾指出 主要是透过复系图谱进行传承 因而常会边缘化或排除女性 但旅美台湾学者月新宜 201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撒娇世代》 却将视角锁定当代台湾消费社会情境 提出了一个探讨岛内认同政治的阴性框架 此框架恰好可以为小红书的悄然走红 提供一些理论解释 小红书的用户以女性为主 内容多围绕女生想看的主题 平台的氛围也侧重女性沟通风格 而月新宜阴性框架下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 台湾人日常生活语言和互动现场 对于女性沟通风格的运用 她认为阴性质素是台湾社会集体性格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小红书远比其他大陆平台如微博、抖音、B站 更具有阴性文化气质 也相对更契合台湾日常沟通行为中的女性风格 月新宜也指出 在当代岛内社会认同政治的形塑过程中 一直存在中心与边陲 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竞逐关系 台湾流行文化在近20年的全球化影响下 经历了从中国中心向文化杂实的转向 而阴性特质作为一种弱者的策略 正是认同建构的一部分 月新宜以撒娇去表述这种女性特质 而庄家颖的用词是可爱 她认为可爱不仅渗透于台湾年轻世代的日常 也是一种台湾人的共同特质 跳出流行文化的分析视角 岛内晚近的认同研究 已关注到研究社会认同的文献 较少触及的不同认同类别之间的竞合关系 林毅宏在台湾泄言后 世代国族认同的形成轨迹与经验历程中指出 典型的台湾国族主义论者 将台湾人认同与中国人认同视为互不相容 甚至互斥对立的认同 而个体只能择一或隶属于其中一者 但两种认同共存于个体的认同结构中 形成双重认同的状态 才更符合现实 这两种认同也并非静态关系 而会呈现为在个人生命轨迹上相互竞逐 调和共存的发展动态 林毅宏经过深入访谈与脉络化分析后 得出的结论是 台湾解言后世代 不一定像传统台独论者那样 视中华民族为外来者 他们的认同是调和了台湾意识 与中国意识的综合体 其矛盾之处在于 如果以台湾意识为主 可能会有文化失根或内涵空白的焦虑 如果以中国意识为主 可能会因两岸局势变迁 而产生不安与困惑 而基于岛内的分歧 和两岸关系不断变化的现实条件 解言后世代的国族认同 无法抵达完备形认同状态 而只能在认同中间状态循环往复 即持续进行认同探索与转化 深化认同 再衍生新的认同迟疑与困惑 这种中间状态会随着两岸与国际局势的变动 而持续更新 但在台湾民众偏好的维持现状之现实下 将始终呈现为未完成状态 认同中间状态的理论框架 参考了多个运用认同状态理论的模型 对于小红书为何会在岛内激起露营焦虑 具有解释力 清独势力所强调的天然独世代 既非天然形成 也非牢不可破 年轻世代的认同状态 无法被化约为露营一厢情愿的扁平想象 在考察蔡当局任内台湾年轻世代的认同变化趋势 与露营对此产生的焦虑之前 我们将先说明世代之于认同的影响 社会学家Mannheim最早提出了世代概念的理论表述 世代是由社会结构中具有相似社会位置的个体所组成 同一世代在生活经验与反应上有某种共同性 使它们异于其他世代 Brongard则将世代政治分为三种研究角度 家庭政治社会化 同时代群政治和政治世代 Cohort Regeneration虽然都被译为世代 但前者的更准确含义是出生同伴 同时代群是指在相同的时间间距内出生 并且共同成长的人所组成的团体 而政治世代除了有共同的年龄群体意识 还带有鲜明的政治态度和行为 当某个年龄群体因反对现存秩序而结合在一起 并试图把改革政治进程作为共同使命时 同时代群就会转变为政治世代 在此意义上 2014年曾投入反服貌学运的太阳花一代 是政治世代 而小红书一代则是同时代群 世代概念1990年代被引入台湾 用于分析成长于不同年代的民众 对政党表现的满意度及政党支持度之差异 其后世代途径 异常用来分析民众的政党认同和政治态度 直到2014年后 天然读世代的称谓广为流行 政治世代才与国族认同产生前所未有的交集 多维月刊2021年5月号已告别太阳花 小红书是带来了作为封面专题 其中一篇文章 天然读之后 民进党催生小红书世代 的观察是 马政府任内两岸政治互动频繁 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但岛内年轻一代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充满疑虑 天然读论述也应运而生 而蔡政府替年轻人贴上了天然读且读性坚强的标签 整个社会一片反中氛围 年轻一代却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抖音小红书 对大陆的网络用语也运用自如 作者认为这样的反差很吊诡 但我们认为实属正常现象 因为天然读世代已经不再是年轻一代了 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 在2014年提及深厚的台湾意识 已经变成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 天然读自此成为报章媒体 乃至学界的讨论焦点 但八年之后 当年菜口中的年轻世代大多已过儿历之年 他们无法理解比自己平均年龄小十岁左右的年轻世代 为何喜欢刷小红书 而十岁的年龄差足以创造流行文化的代沟 岛内多位分析天然读现象的学者都强调 这个世代的认同特质是反中情绪和认同台湾 但对这个世代的年龄层却未有严谨界定 杜克大学委托政大选研中心执行的台湾国家安全调查 指1981年及之后的台湾年轻人被视为天然读世代 陈芳明等人称 1987年后出生的台湾解研后世代是天然读 对年龄段的粗疏界定 难以细致处理认同意识的复杂机理 2017年 沈伟杰在台湾天然读世代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 将高中生纳入了研究样本 他认为青春中晚期是形成政治态度的重要时期 因而高中生对个人认同的诠释也很值得关注 他通过焦点访谈发现 抱持维持现状立场的00后高中生 在民族的认同范围上 并不像抱持台独立场的95后大学生和90后研究生那样 有意识地区隔中国与台湾 相比90后和95后00后更能接受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论述 并不会特别去强调台湾与中国在血缘上的差异 且在文化层面也存有相当程度的中华认同 但对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看法莫衷一世 所以虽然这些00后高中生也属于天然读世代 也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但反中情绪明显弱于90后和95后 沈伟杰指出 年轻一代的台湾人认同与台独立场 似乎并非天然 政治事件的发生以及社会运动运用社交网站进行资讯传播 都会对认同变化产生影响 这份研究也从侧面提供了一种理解小红书一代的角度 今时今日 岛内的年轻世代由00后乃至05后组成 他们的认同面貌不能完全被天然读的国族认同标签笼统涵盖 他们并未经历过马政府任内从野草莓学运到反福茂学运的一系列 反中国因素的社会运动 也不共享太阳花一带的集体记忆 尤其民进党执政后 中国因素所指涉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威胁感相应减低 社会氛围虽然反中 但00后乃至05后却不像上个世代那样恐中 天然读的假想敌是崛起的中国以及向北京靠拢的国民党政府 换言之 正因马政府任内在两岸议题论述上与民间缺乏沟通 无法消解民众疑虑 年轻世代的恐中和反中情绪才被激化 现任陆委会发言人邱锤正曾形容马英九政府的战略选择是 主权模糊经济优先 这条两岸关系由于外交关系的执政路线本无可厚非 但相较于岛内公民社会和年轻族群对资讯协取及传播 论述吸收及建构的动态发展与进步 政府在沟通能力 宣传方式 传播效果 论述架构 化解分歧与危机处理等方面却停滞不前 2010年反ECFA运动时 岛内有学者指出 两岸关系的特殊性与敏感性 使两岸之间的贸易协定与一般经贸交流并不完全相同 还涉及有关国家主权与尊严因素的牵扯 若马政府无法在两岸关系应快速解冻所潜藏并蜂拥而出的各种风险中 扮演起汇集民意与凝聚共识的沟通枢纽 未来民意的强大反弹将是其活生生的教训 预言在四年后应验 天然毒的主体 太阳花一带诞生 尽管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是一项大陆对台湾做出巨大让利的不对等协议 但2014年4月的民调却显示 有63%的20至29岁民众不支持 年轻时代当时不但普遍对执政党力推的两岸经济合作无感 更有诸多负面观感 诸如利益被跨岸权贵阶级垄断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 经济安全与主权受损 这些负面感受中 也混合着自2010年代初开始在岛内蔓延的崩世代感 年轻人要面对全球化背景下 资金与产业外移带来的各种社会变动 世代不平等的剥削感 在政府推动的中国等于全球化论述中找到了安放之地 而2016年政党轮替后 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两岸官方互动停摆 天然独也失去了假想敌 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毫无空间 而在经济转型 社会正义等非两岸议题上又缺乏作为 执政仅半年 民调不满意度就超过了满意度 2018年 岛内20至29岁年轻族群 对蔡英文的不满意度高达近7成 民众认为政府急需提升经济竞争力 增加就业机会 同年的九合一地方选举 民进党惨败 支持度低迷的蔡当局 在2020年初靠操纵香港修理风波所催动的亡国感成功连任 但蔡第一任期被日本学者小丽原新兴形容为 充满闭塞感的台湾政治局面仍在延续 民进党转移施政不利的方式 是将民怨的焦点从内政转移到国家安全议题上 国安无法修法及反渗透法通过后 蔡第二任期更着力营造反对中国统战渗透干预 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氛围 小红书抖音等大陆APP受到岛内青少年欢迎 也被民进党立委点名是 中国透过生活化方式渗透台湾年轻人 当中国透过政经整合并吞台湾的现实情境已消失 新生的台湾年轻世代已没有太阳花一带的假想敌时 如何让他们继续恐中和反中 民进党的策略是将一切与大陆相关的议题 都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 强化中国这个敌人无孔不入的威胁性 但渲染外患并不能转移内忧 年轻人即使不认同对岸的中国 也不代表就支持民进党 台湾风传媒总主比夏真指蔡英文主政 迄今一直党政不分 以党为尊 2022年6月TVBS民调显示 蔡英文的满意度跌破连任新低 不满意度则攀升近五成 就连亲律智库台湾民意基金会 今年8月最新的民调结果也显示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后 蔡英文的满意度重挫 在20至24岁的年轻族群中 更流失了两成满意度 认知作战一词 2019年5月在台湾当局国安局的会议报告 中国假训西新战之因应对策中出现 律媒自由时报随即将之称为中国对台 以现代科技与网络延续入岛入户入脑入心的统战工作 其后民进党立委与国安高层不断将认知作战与大陆议题连结 律委在立法院质询时将小红书都因污名化为中国操作认知作战的平台 岛内国安系统也向媒体传声称 中国持续用网络新媒体平台 对台湾青少年族群进行统战宣传及认知作战 这种营造作战状态 拿高两岸敌对情势的大内宣策略 是民进党激发倒内民众反中抗中的手法 但也反映出了社会氛围的微妙变化 如果年轻世代的毒性真如蔡英文所说 已是天然成分难以撼动 小红书或抖音怎会轻易入脑入心 更何况这类平台的演算机制都是依照使用者的偏好打造 天然毒又怎会被推送统战宣传资讯 9年前部分台湾电视台全程直播大陆歌唱节目 《我是歌手》总决赛获高收视率 被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苏贞昌指为入岛入户入脑 可见独派政客污名化大陆文化内容的心态始终如一 只是当民进党完全执政后 话术升级成了认知作战 当年《我是歌手》是岛内民众主动在网上观看 如今小红书抖音也是岛内青少年主动下载使用 岛内网媒READL更指 部分岛内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看陆宗 追陆星用淘宝玩大陆的手机游戏 陆营对年轻人的侵怒表现充满警惕 但对00后乃至05后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年轻一代而言 他们对中国的敌意 本身就不像太阳花一带因曾经历一系列反中的政治事件而被催化 民进党所不断强调的中国对台军事威胁恫吓 国际对台打压也让人缺乏实感 民进党大权独揽后 两岸关系极动 但官方层面的降温也无形中削弱了民间层面充满对抗性的反中张力 这种微妙的典范转移之内在逻辑是 国民党执政时 马英九政府力推社会交流与经贸整合的大陆政策 让两岸官方关系趋向缓和并进入和平繁荣时期 但论述与沟通能力的不足 却导致民间的认知是执政党是对岸的代理人 两岸互动节奏完全由大陆主导 台湾在加速向中国开放的过程中主体性被弱化 且两岸和平红利的成果由跨岸权贵阶级垄断 并为外溢至普遍的社会阶层中 在对执政当局怀有一律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天然独世代的认同形塑过程是 两岸统合的作用力越强 对他们所形成的反作用力也越明显 两岸欲紧密交往 他们对马政府和大陆欲有敌意 台湾人认同和对中国的排斥情绪也欲上升巩固 但政党轮替后的六年里 两岸官方没有任何交流互动 统合的作用力消失 反作用力也随之消解 当两岸甚至不再有最基本的往来时 敌人也变得相对抽象 恐中反中抗中的情绪缺乏足够的利基点扩散并强化 所以年轻一代也不像上个世代那样逢中必反 与对抗张力此消彼长的 是大陆基于新媒体生态环境 而不断迭代并强势输出的文化软实力 2014至2016年的小红书 还在探索跨境电商的闭环模式 而抖音于2016年上线后 短视频直播开始成为所有大陆网络平台的发展趋向 相比投放资源进行海外布局的抖音 只有简体字版的小红书能破圈 吸引大陆之外的使用者 纯粹依靠内容生态优势 许多台湾青少年会划小红书 也因哪里有趣 就往哪瞧就往哪学 而民进党焦虑的更深层原因 是人为铸造的高墙难以抵挡 两岸的线上交流自然而然的发生 尤其小红书这种强调以分享 利他获得反馈及互动的虚拟社群平台 很符合Charles Taylor将社群本身视为一种善的论述 社群对每个个体自我认同的构成有决定性的影响 岛内年轻世代被这样的社群吸引 令抗中谋独的执政党心惊胆战 忧心年轻世代的认同状态发生前移默化改变 不在恐中反中乃至丧失毒性 这势必将加大民进党在选前进行政治动员的难度 尤其许多处于青春期的台湾中学生会划小红书 学习大陆博主的穿搭 妆容乃至自律方式 而他们正处于形成个人身份认同与政治态度的关键时期 独派势力因而恐慌小红书一代 会因使用大陆APP日渐亲中 从天然独变为潜在统 虽然陆营政客常将小红书与抖音一并污名化为文化入侵或文化统战的社交APP 岛内也曾出现对于中小学生沉溺抖音的争议 港媒香港01更以抖音一代统称使用大陆平台的岛内Z世代年轻人 但小红书与抖音从特性内容生态到使用体验都有明显区别 本文以小红书作为分析案例 首先因为小红书的本质是社区 以用户粘性建长这种强调归属感的平台属性 与群体认同感的建构有高度关联性 其次 抖音2018年设立台湾运营团队后 在岛内能见度很高 而主打虚拟社区建设的小红书并未在台湾投放运营资源 青少年用户却会自发主动地加入社区 因此 我们认为分析小红书使用者的能动性更有助于观察新一代岛内青少年族群的认同特征 最后 相比抖音 小红书的去政治化 独特的审美逻辑和分享与种草的基因 也更直接指向流行文化对认同的塑造 岛内媒体用爆红形容小红书2021年在台湾猛增的声势 结合网络舆情分析工具 Upview社群口碑资料库和KEYPO大数据关键引擎的资料可看出 小红书2021年在台湾的网络声量相比 2019年增长了超过三倍 岛内互联网上 小红书相关讨论中的热门关键词包含两大主题 中国版Instagram和女性话题 以女性为目标受众的社交平台 或是在小红书开设账号的台湾地区女性网红 也会带动岛内网民对小红书的讨论热度 而2021年1至11月 岛内各大论坛及社交平台上 与小红书相关的讨论内容里 出现了大量涉及世代议题与两岸关系的关键词诸如 年轻人、简体字、抖音、统战、微博、思想、语言、身份等等 2022年2月 小红书一度登上中国台湾地区苹果应用商店 免费APP下载排行榜的冠军 2022年3月及4月 在Google Play商店的免费社交软件分类排行中 小红书多次击败Facebook、Instagram、微博等软件位居榜首 岛内网媒READR自制的热门手机应用程式调查 问卷结果显示 台湾年轻世代爱用的热门社交软件前10名中 包括三个大陆APP 抖音、小红书、微博 其中 小红书和微博都基深台湾地区初高中生和大学生同时爱用的社交软件前10名 而拥有台湾运营团队的抖音 虽然在初高中生爱用社交软件里排名第四 但大学生却乏人问津 而叶里尔这份调查也显示出两点值得注意之处 首先 相比抖音的低门槛、高娱乐性 小红书的低成本、高回馈特性因能提供资讯且调性更去政治化 而被不同年龄层的学生族群所爱用 其次 尽管许多台湾地区初高中生和大学生都下载了微博 但微博上的话题却鲜少在岛内青少年中引起讨论 我们认为原因在于 一方面相比小红书和抖音 微博创立时间较早 新鲜感及热度不及新兴APP 另一方面对于台湾地区使用者而言 微博上的时事热点话题相对隔膜 岛内用户更倾向于使用同样主打社群功能的Facebook 根据提供网站排名及访问量数据的分析工具 Simular Web基于安卓平台的资料显示 在Google Play商店下载小红书的台湾用户 超过65%为女性 年龄层以18至24岁用户占比最高 但个人认为 如果依此将岛内的小红书使用者画像 泛泛定义为Z世代年轻女性并不准确 也难以解释 这款社交APP为何会引发轻毒人士的焦虑 我们考察发现 小红书在台湾地区的实际活跃用户 应以中学生为主 中学生的普遍年龄层落在18岁及以下 而Google Play商店和苹果应用商店的现有资料 都未能精确显示出18岁以下用户的下载分布状况 此前德国之声亦有文章指出 小红书不只在台湾中学生之间流行 似乎也有更年轻化 向下触及的趋势 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小学高年级生在使用 我们结合台媒分析 田野调查 以及与九位使用小红书一年以上的台湾出 高中生进行焦点访谈 尝试建立出更精准的台湾地区小红书活跃用户画像 年龄介乎12至19岁的小学高年级女生和初高中女生 其中以约12至16岁的初高中女生最为活跃 这样的画像也更符合台媒的常见描述 小红书一代是相对于太阳花一代的台湾再年轻一代 平均年龄低于20岁 这些初高中女生为什么会使用小红书 我们结合行业研究报告 岛内论坛贴文 以及与九位受访者进行的焦点访谈 将其归为四点主要原因 原因一 小红书是资料库 如果对标相似的境外平台 小红书其实整合了Pinterest的种草属性和Instagram的社交属性 小红书和Pinterest一样拥有强大搜索功能 Pinterest的用户以美国高消费水平女性为主 而小红书不只对中文使用者更友好 其基于演算法的精准推荐和丰富的垂直分类 还能满足台湾年轻女生对特定主题乃至冷门主题的兴趣 举例而言 小红书的分类不只有彩妆 穿搭 美甲 食谱 萌宠 网络小说推荐 装潢等大类 在台湾的The Card论坛上 有人说自己专门用小红书看 制作奶油胶手机壳 也有高中生专门看作文家剧 因为有很多都整理好 背下来活用 随便一套家具都能更加分 多数使用者都提到 小红书就蛮准确 可以列出我真的想看的东西 如果横向对比 强社交 若搜索属性的Instagram主题的分类就相对杂乱 无法精确找到自己想看的内容 而在资料库功能更为强大的境外视频平台YouTube上 则很难搜寻到儿童类视频 但有女生表示 我就觉得小朋友很可爱啊 并认为小红书把女生想看的一切主题都整合起来 原因二 小红书是社区 社区创造的是归属感 天丰证券2022年3月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 深入分析了社区型产品小红书打造多元的UGC生态的方式 让人生产内容再以内容聚合更多人 在这种人 内容人的分发与反馈机制里 一个主题经由平台精准分发 就能吸引一群有相同兴趣的同好相互交流 获取认同感并相互模仿 从而激发新的内容生产 这也可以解释 为何小红书让台湾年轻人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看 小红书的种草基础 正是在于他以分享利他的社区基因实现了人与人的连结 目前 91%的图文笔记出自素人 或某个垂直领域内普通用户基于真实体验的分享 分享者能在此获得同类人群的反馈与互动 同好之间也更容易因共鸣被种草 所以小红书本质上是一个既能满足生活方式爱好者的分享欲 也能为其提供愉悦感满足感与归属感的线上社区 原因三小红书是05后乃至10后的小天地 我们认为岛内的小红书活跃用户年龄区间 介乎12至19岁 正因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 小红书里台湾地区同圈层互动热度最高的类别之一是考试 像学策的大主题下 就有许多垂直细分的小主题 如参考书 读书计划 倒数 放榜分享等等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有大量干货的复习方法类图文笔记 在这些笔记下参与互动的 不只有在备考的高三生 很多高一 高二生 甚至初中生也会留言 比如询问暑假一天是怎么规划读书进度 高三学策会有跟会考一样的大本讲义吗 我们访问了几位在小红书学策类笔记下方互动的台湾高中生 其中两人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在instagram学策主题标签的贴文下提问或留言 原因是感觉不认识对方 也不会有回复 这正是小红书的社区属性和instagram的社交属性的微妙差别 我们进而向受访者求证媒体制造话题称 instagram都是老阿姨在玩的正确性 几位05后均表示instagram上的好友都是同学亲朋 甚至包括兄子父母 很少会在上面发照片或者现实动态 而小红书与现实世界连结微弱 但既可以看到同好的知识性分享 也敢于发一些在instagram上不会发的东西 其中一人更表示自己10后的妹妹从小学高年级开始使用小红书 目前没有下载instagram 原因四 小红书 好用 好懂 好滑 好上手 无论在德克尔的论坛的讨论贴文中 还是在我们的焦点访谈里 这些都是频繁出现的形容词 论坛上对小红书持正面评价者 对好用的描述大多仅扣实用 认为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平台 可以帮到自己很多 海量资讯什么都能找到 学到很多知识 岛内舆论常将小红书与instagram相提并论 但根据我们访问 有高中生表示 instagram主要是看图 不会想点开文字来看 因为文字都被折叠 看得很辛苦 instagram的信息载体是图片及短视频 而小红书核心的信息载体是图文笔记 且看重人的分享去聚合人 笔记有用 有信息量 好懂才会吸引更多人 我们也观察到 岛内各大论坛围绕小红书的讨论里 虽然有持负评者因讨厌看简体字而拒绝下载 但亲身使用过小红书一段时间的台湾地区用户 多数还是肯定 大部分用户都是用中文 不会有看不懂的问题 更不乏有人提到 上面大部分人都会热心回复你的提问 没有沟通障碍 也许是因为女生多的原因 网友都很nice 我们通过焦点访问所访问的几位05后 也认为小红书的社区氛围相对友善 不像其他大陆社交平台那样充满力气 是很好滑的APP 最后 我们将考察小红书在岛内青少年族群中的流行 是否具有以文化途径形塑认同的潜力 一级小红书真的像独派政客所担心的那样 有可能促统吗 传统的认同政治研究以原生论工具论及建构论 去解释个体如何认识我是谁 以及如何区隔我群与他群 原生论认为 族群认同是由血缘语言风俗习惯等 透过亲缘传承的原生性联系所缔结 故而认同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 蔡政府为台湾年轻人贴上天然毒标签 试图基于原生论去强调毒性是一种天性 但如倪勇杰所指出 台湾年轻人并非天然毒 而是受台湾教育上去中国化与舆论市场台独化影响 是嫁接的台独 依据前文中对台湾年轻世代认同趋势变化的书里也可看出 台湾年轻人的毒性会因失去假想敌 民进党施政不利 以及两岸关系中的对抗张力与文化转实力 此消彼长而相应减低 独派势力为小红书在岛内受到年轻人欢迎而感到焦虑 显见天然毒是被人为建构的认同 更适合以工具论与建构论去看待 工具论与建构论都是认同为动态的 而非固定不变 工具论认为政治精英基于利益考量 对族群身份认同进行操弄 以求获得资源及政治权利 建构论则认为身份认同是因建构与动员而产生 强调祖先历史文化与记忆等自认或他人认定的 真实存在或被想象出的共有来源 都是为了建构凸显政治身份的集体意识 工具论与建构论虽然都反对认同原生论 但前者认为身份认同会因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变化而随意变动 后者则强调认同的建构是一个长期形塑的过程 因而族群身份也相对固着 难以在短期内被迅速改变 结合流行文化对身份的建构理论 台湾近年的认同政治研究 以及针对若干小红书活跃用户的焦点访谈 我们以建构论的视角推演出以下观察 小红书虽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岛内年轻人的统独态度 但相比包括其他大陆短视频平台在内的文化工具 它更有潜力以文化途径建构一种去政治化的认同形塑机制 首先 小红书可以将统独立场 成长背景完全不同的两岸年轻人 带入同一个无设政治 回归日常生活议题的互动与境内 让台湾青少年更熟悉简体字和大陆年轻世代的生活方式 从而调动两岸同文同种的文化亲近性 进而小红书平台所独有的较少触及敏感政治分歧的女性沟通风格 有助于建立一种基于观察 学习和分享生活方式的虚拟社群意识 日常审美与品味上的表彤 将无形中促进情感与心理上的趋同 喜欢 欣赏 羡慕 模仿某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乃至美学 最终也会前一默化产生对该群体的认同 我们将在下文中结合焦点访谈资料 详细阐述这种认同形塑机制的运作逻辑 在2016年的第八出征事件中 我们曾观察到两岸年轻人回归日常生活的互动所具有的价值 台湾年轻世代对大陆的理解和看法 大多来自过往教育或执政党宣传 而蔡英文当局任内 民进党将反中视为政治正确 一切来自大陆的正面资讯及内容都被污名化为对台渗透 在此种社会氛围下 小红书为何还能突破枷锁吸引年轻人使用 因为生活方式的呈现本身就有巨大力量 独派势力将小红书视为眼中钉 也正因心知肚明 以政治议题动员仇恨 能够发挥周期性影响 但日常生活净水流深的渗透 却有更深远力量 小红书去政治化的平台内容 恰好契合年轻人的兴趣点 年轻一代不分地域 普遍关心的并不是政治 而是生活本身 是衣食住行 是好用的 好看的 好玩的 可爱的 有趣的 所有这些在小红书都能找到 因此 相比其他大陆短视频平台 如娱乐属性更强的抖音 或刺文化圈层感更强的B站 小红书基于日常生活分享的互动生态 对于在反中 恐中的岛内大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而言 更有助于降低他们对大陆 天然的敌意与排斥情绪 生活是由穿搭 美妆 美甲 食谱 蒙虫 手帐 旅行等包罗万象的内容组成 每个锤类都是能让台湾年轻世代 更了解大陆年轻世代 真实生活样貌的一条微观路径 来自日常的 无设政治的实用生活教程 能把统独立场 成长背景完全不同的两岸年轻人 带入同一个可以互动的语境之内 而通过大陆小红书用户 所分享的口红色号 手帐灵感 装潢布置等图文笔记 看到大陆快速更新的美妆知识 和潮流趋势 也让岛内年轻人从细枝末节处 认知到两岸的差距 在The Card论坛上 就有台湾的小红书使用者表示 我认真觉得台湾的YouTuber化妆技术 跟大陆的有一段差距 风格也没有那么多变 我们在九人小组的焦点访谈中 更尝试用以下问题考察 使用小红书一年以上的台湾出 高中生对大陆的观感如何 问题一 习惯滑小红书之厚厚 你 你对大陆的印象有变化吗 九位受访者的回答中 六人表示有变化 两人表示对此无感 一人表示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而回答有变化的受访者 所表述的变化 都倾向于更为正面的观感 其中四人提到 觉得大陆人还蛮耐心蛮好沟通的 三人提到 感觉大陆有很多很厉害又自律的人 三人提到 觉得大陆年轻人很有创意和想法 两人提到 觉得大陆女生都好精致 有受访者认为 就觉得中国大陆人多 还是有她的优势在 可以让我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也有人说 小红书上看到的神人超多 也超认真自律 会督促我不能耍废 一位高中女生表示 小红书上很多人分享 怎么停止容貌焦虑的内容 又鼓励到 我对自己大马的身形更有自信 而且互动氛围很暖 感觉和媒体上说的大陆人并不一样 问题二 如果你身边有关系很好的朋友 因为小红书是大陆APP而讨厌它 会影响你继续用小红书吗 九位受访者的回答中 七人表示不会 一人表示 要遇到这种情况才知道会不会 一人表示 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回答不会的七位受访者中 则有两人表示 绝对不会 因为生活中几乎所有事 都从小红书上参考 写作业之前 都会先打开小红书找资料 在这七人中 六人认同 政治归政治 生活归生活 三人认同 根本不用因为意识形态 就排斥大陆APP 以及一定要自己实际尝试过再评断 不要只是听网友说 新闻说 就先入为主 其中 更有一人称 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会反过来劝朋友 抛弃偏见试试看 并表示 以前我也很排斥小红书 觉得大陆APP 一定很多脑残内容 或者政治话题 但开始用之后 真的相见恨晚 刚开始用 甚至每天都不小心 滑到天亮 现在小红书完全变成 我补充能量的APP 问题三 你认为自己未来 是否会有意愿去大陆旅行 九位受访者的回答中 四人表示 有意愿去大陆旅行 一人表示 也许可以考虑去大陆升学 但感觉那边竞争更激烈 一人表示 不会专门想去旅行 但有聊得来的大陆朋友 会想要去看朋友 一人表示 有机会的话 不排斥去看看 另有两人表示 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在四位回答 有意愿去大陆旅行的受访者中 有三人认同 滑小红书之后 觉得大陆有趣的事物很多 可以去看看 三人认同 想去小红书的热门打卡点拍照 更有一人表示 自己已在运营小红书账号 打算去大陆拍一系列 以台湾女生 寻访小红书打卡秘境的视频 我们进而请九位受访者 各用一至两个形容词描述 对小红书的使用印象 以及目前对于中国大陆的个人印象 并将回答同整为下表 根据表姨所示 九位使用小红书 一年以上的台湾初 高中生之中 三人表达了对大陆人的正面印象 如同龄人很自律 热爱生活 注重自我成长 这样的印象来自于大陆年轻世代 在小红书透过日常分享 所展现的气质面貌 也是岛内绿媒 不会告诉他们的大陆人的样子 由此可见 小红书无设政治 而以个人生活类知识 及资讯为主的分享生态 更容易让台湾青少年用户 淡化对大陆的负面观感 甚至对大陆同龄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产生好感或正向评价 岛内年轻世代对于大陆的认知 一方面受到台湾教育 长期去中国化和舆论市场台独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 蔡当局执政期间 着力强化中国在国家安全层面对台湾的威胁 一切与大陆相关的议题 在岛内都被政治化 但对于年轻人 尤其是喜欢好看 新奇 有趣事物的青少年而言 政治归政治 生活归生活 才符合他们的真实感受 小红书作为一个能让生活方式爱好者 找到同好进行交流的社区 具有实现去政治化互动的天然基因 受访者似就指出 小红书是帮我补充能量 一群女生互帮互助 还能扩大事业 无设政治 回归日常生活的互动 温和无害 有助于改变 在岛内反中 恐中的社会氛围下 成长起来的青少年 对大陆的刻板印象 创造生活议题的方方面面互动 从而调动两岸同温同种的文化亲近性 更是去政治化的认同行诉机制之起点 我们认为 小红书具有去政治化的认同行诉潜力之基础 正因台湾青少年族群使用小红书 不但会看到大陆年轻世代真实的精神面貌 生活方式 可以借鉴的装容技巧 也会更熟悉简体字和大陆网络用语 这也是独派势力和岛内一些坚定反中的网民 以其狭隘心态极力抗拒之处 然而两岸在文化层面的亲近性本就天然存在 难以抹杀 在九人小组的焦点访谈中 受访者普遍认同小红书大多是中文用户 相较之下还是比较熟悉 有四人表示自己会在小红书上打简体字 也学到了一些大陆的流行梗 从生活类资讯到简体字 到日常笑点的细水长流吸收 能够让台湾地区年轻族群与大陆的同龄人 及由小红书减轻文化隔膜 实现文化亲近 文化层面的互通共感 正是形成好感乃至认同的基石 文化对于建立社群意识十分重要 Taylor曾说 人是一种居习于文化之中的存有 而社群的意义正在于他的文化资源 社群提供了包括 什么是美丽动人等问题的基本参考 这些参考依据 对社群成员自我认同的构成有决定性影响 文化帮助我认清自己 从而也指向我是谁的答案 在此意义上 小红书正是一个很符合Taylor社群观的虚拟社群 首先 小红书是一个在线上构建的 分享生活方式的垂类社区 同类人群之间的共鸣 认同与信赖 是其种草基础 同好之间也能透过分享实现互利 相互提供归属感和满足感 其次 相比其他大陆短视频平台 小红书提供了更多文化资源 不但有大量实用的技巧教学 开箱试色 攻略类图文 及视频笔记 还会被一些倒内年轻人当作资料库使用 The Card论坛的相关讨论中 更有人指出 有些台湾美妆YouTuber 也是看小红书找素材 那我还不如直接去看小红书 当小红书为使用者提供了生活中方方面面 各个垂类里各种问题的参考依据时 也会无形中在认同层面发挥影响 从装感穿搭 美甲款式 体态调整 到手作 主食 甚至是备考干货 出国留学申请 小红书都能让人准确找到同类 这种我群的连结感和自我投射感 正是岛内年轻人会被吸引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 表彤作用不止包括 我将他人的美好特质投射到自身 也包括我们拥有同样的困扰 因而成为同类 The Card论坛上就有人说 我会看小红书 因为他们人口基数大 所以比较容易找到 跟自己有相同皮肤问题的美妆影片 或者有相同身材问题的穿搭影片 小红书在两岸文化亲近性的基础之上 具有进一步形成去政治化的 虚拟社群意识之关键 还在于它是以女性用户为主的平台 其独有的女性文化气质 恰好其和月薪仪所提出的 阴性框架下 台湾人日常生活语言和互动现场 对于女性沟通风格的运用 换言之 小红书相比其他大陆APP 一方面较少触及敏感政治分歧 内容以生活议题为主 能让台湾使用者感到舒服自在 另一方面 其以人的分享去聚合人 吸引人的社群氛围 也更为柔润温良 就如一些岛内网友所提到 小红书里大部分人会热心回复提问 很耐心 或如我们访问的几位05后所说 感觉人都很友善 在女性沟通风格下 对文化资源的大量提供 会让台湾年轻人有更正面的观感 让他们更愿意留在这个线上社区里 哪怕多数人只是潜水寻找资讯 但长期以小红书作为参考依据 也会建立对该虚拟社群的认同 即Taylor所说的一种特殊共享关系 更重要的是 小红书能通过建构生活美感的常识 让两岸统独立场 乃至国族认同相逸的年轻世代 形成超越政治意识形态 而认同同一套生活方式 有共同美学品味的我群 独派势力对岛内青少年使用小红书反弹强烈 正因超越政治操弄的生活方式认同 确实会对年轻族群 尤其是个人认同尚未成型的初高中生 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露营渲染天然毒恐变潜在统的焦虑 也因天然毒本就是建立在放大恐惧 大陆压迫和年轻人反弹之上的加工毒 如今年龄层落在20岁以下的全新世代 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却是大陆的精致生活 大量彩妆新品分享 丰富的穿搭配饰灵感 以及大陆博主们从身材管控 到学习生活层面的自律与自屈 当这些生活方式的示范者成为岛内初高中的楷模时 他们也自然而然会效仿 从模仿眼瞼下肢的卧蚕画法 到使用同样的彩妆品牌 用同样的方式健身自律高效学习 早在2019年 台湾还少有人知道种草这个词时 岛内社群型小作家电商人妻就已发现 小红书爆炸成长的原因是用户的分享 令人羡慕仿效 除了少部分炫富内容 绝大多数出自素人博主的小红书笔记 并非因为奢侈消费引人心线 而是通过人 场景及表达形式 传达出美好生活的样貌 让人产生我也能成为它 我想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这样做就可以XXX的模仿渴望 而小红书强调精致 追求美感的视觉逻辑 虽然也不断受到争议 但为生活加上滤镜 正是一切流行文化建构常识的方式 提供理想世界的形象 小红书提供的 是成为更理想的我的各种示范 我可以用这些方式变得更美 用那些方式变得更优秀 这对青少年来说 尤其会激发因对楷模的效仿 而产生的趋同效应 因而 当有台湾高中生表示 小红书介绍美妆的方式 他们很喜欢 周围很多人都有小红书账号时 岛内就有传播学者称 可能会形成的影响 是对中国美感文化的认同 并将大陆社群媒体的 软实力污名化为 很soft的大外宣 在国际关系领域 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象征性权力工具 弱小国家才会运用流行文化 增加吸引力 从而实现软实力的被动目的 而在两岸资源 市场和体量相差悬殊的权力 不对称框架下 大陆根本无需刻意运用流行文化 岛内年轻人 是因为小红书这样的文化产品 有吸引力 才会选择使用 小红书的流行 可以被视为大陆文化软实力的 一种柔性展现 但它的目标用户主要还是大陆女性 而不是为了对台外宣文化统战而出现 而台湾青少年认同小红书审美 模仿大陆博主的生活方式 并不代表就会在政治态度上轻统 而是出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以及两岸在文化层面天然存在的亲近性使然 以文化途径形塑认同 是一种常识机制 至少需要两到三个世代的交替 才能真正显现影响 虽然小红书目前的量能远远无法改变 到那年轻人的国族认同 但以去政治化的生活议题接入 淡化年轻世代对中国大而化之的反感与排斥 创造05后乃至10后与对岸同龄人共享的虚拟社群意识 令他们更了解大陆年轻人对生活美学的追求 从审美品味上的表同作用 促进情感心理上的趋同效应 那么长此以往 解研后世代的认同未完成状态 或将再度发生探索与转化 从而衍生新的认同可能 归根结底 认同是经由他者来认识自己 透过对某个目标对象或群体的喜欢 欣赏羡慕模仿 产生对该对象或群体的认同 而能吸引岛内青少年族群 欣赏及模仿的小红书文化 未来值得继续追踪考察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一方面 这种常识的形塑机制 对认同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极为缓慢的 难以在当下看到 我国台湾年轻人认同的迅速翻转 另一方面 民进党当局正持续滥用认知作战的话术 打压 围堵包括小红书在内的大陆APP 2022年12月 台湾地区数位发展部官员 已宣布限制公布门资讯通讯设备 及所属场域下载使用抖音 TikTok及小红书 更有传闻称 蔡当局将展开跨部会讨论 未来各级校园恐将禁用抖音 及小红书等大陆APP 因而小红书未来势必面对 岛内反中谋独势力更严厉的防堵 和更严峻的污名化举措 这对岛内用户的使用意愿 以及小红书的使用场景 或会带来难以预估的影响 此外 两岸关系与国际局势的现实变动 也将持续对台湾解研后世代 无法抵达完备形认同的认同中间状态 造成影响 两岸互动中的任何重要事件 都将导致岛内年轻世代的认同趋势发生转变 我们以小红书作为案例 考察蔡当局任内台湾年轻世代认同变化的潜在趋势 并尝试以文化途径 急助去政治化互动 虚拟社群意识和趋同效应 建立一种常识的认同形塑机制 个人认为 这种认同形塑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场景 并不局限于小红书 而适用于社群文化主导之下的各个两岸民间交流语境 根据认同政治中的建构论视角 强调共有来源是建构集体身份意识之关键 然而 在民进党当局求中抗中的长期教育与舆论操纵下 建构去政治化的 日常生活方式层面的共性和楷模认同 或许是能潜移默化影响岛内青少年集体意识更适切的方式 尤其喜爱新兴事物的初 高中生正处在个人认同尚未成型的阶段 是最值得争取与改变的台湾地区下个世代 如何调动他们对于大陆文化 大陆同龄人的好感度与认同度 也是本文所提出的认同形塑思路 可以进一步深化探索之处 认同的建构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本期所尝试提出的认同形塑机制的重点在于 首先两岸同文同种的文化亲近性与生俱来 易于被调动与运用 其次较少触及敏感政治分歧的柔性互动方式 更容易被岛内新生世代所接受 最后日常生活的精彩面貌 是最能直观展现大陆先进性 大陆年轻世代正面形象的途径之一 从生活方方面面各个领域 吸引岛内青少年族群的注意力 让他们对大陆放下排斥 积累正面观感 是改变台湾地区下个世代认同的关键起点 水滴石川 挑战虽然艰巨 亦有无限潜力 翻译